李宗盛 文貴 李宗盛 李宗盛 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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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們信主 有一些年日的比喻 應該常常聽的 但是值不值得再聽呢 我想我們 可以明白神他自己的话语 如果越多思想越发现 他就是在向我说话 神的话是活的 不只是活泼的 是活的 是活的 因为神是活神 圣灵他是用神自己的话 活的话来向你我说话 那天国的比喻 我们当中其实 特别我们今天讲的是 这个心田的比喻 或者说沙种的比喻 但是我们心田的比喻 会是更贴切地让我们明白 它里面要讲的是什么 那个种子到底是不是一样的种子 撒在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今天撒的是好种 下一回撒的是不同的种 当我们中间有很会种这个蔬果的 有机会我们夏天常常都会享受 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 他们丰富的收藏 还会分一些用爱心给我们的 这些蔬果 我们种蔬菜的当然你都会选一些好种 你看到这一家这个蔬果长都特别长 又大又好的 可不给我这种子 但是我们这边所提到这个种子一不一样 他所强调的 没有讲到种子改变了 没有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我们想要来看 第一个是为什么要用比喻 因为主要说他 在这么多人愿意跟着他的当中 他却是用许多的比喻跟他们讲道理 那里面的一些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可能会让我们抓到头皮 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怎么会这样说呢 是不要人能够听见明白 看见能够看得清楚 还是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所以这四种的心田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了解 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属灵的原则 其实好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属灵是一样的 不进则退 没有所谓中立的 没有 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 只有神不改变 我你我在改变 属灵不进则退 我现在是不是 继续在往 越来越靠近主 越来越 它是我最自信的朋友 我这个方向在走 我是它最自信的朋友 是不是往这个方向呢 还是 另一个方向 那我的属灵胃口 到底好不好 属灵胃口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胃口 但是属灵的胃口 我想 巴不得每个人是能够 大大张口 神就大大的充满 我也知道 上次 红颜的妈妈 李伯母 他有次跟他聊一下 知道他出院以后 本来中风 但是孙也很奇妙的医治 那个中风 没有什么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有的影响 那是好的影响 他属灵的胃口 突然开了 哇这个是太好了 巴不得每个人都中风 能够被神医治 属灵胃口 好起来 越来越好 那我的心情到底是属于那种 这个是你我需要问的 不是只看一个比喻 然后最后说 哦原来是有这几种 那跟我又有什么核肝呢 还是要晓得 我自己诊断一下 我们当然很多时候 需要医生帮助我们 其实主耶稣是大医生 他就是帮我们 把这些列出来的时候 要我们去看 不是我在看 帮别人对号入座 是要替我自己 我看看我现在到底是哪一种心田 或者是混合 或者是我昨天是这样 上礼拜是这样 这个礼拜呢 我是不太一样 但其实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跟主的关系 这个最基本的 总括来讲 我到底是哪一种心田 那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 那这不关乎我的事 事实上 主对我们 他所造的人 是有期望的 我们看到这一点 不是只是为了我 所以因为我们 是这样去好好地来看这段经文 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为什么用比喻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那么因为人太多 所以他就只好到船上去 在船上跟岸上的人来讲 用许多的比喻 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那么就讲了这个比喻 然后地区我接说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讲完这个比喻 就叫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马可福音那边帮助我们 有个细节加进来 就是没有人的时候 门徒还有其他跟随主耶稣的人 他们就进前来问主耶稣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为什么用比喻 你想为什么用比喻 是不是灯迷 讲的让你猜不着 看你在那边想 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来 好玩 当然不是啊 你知道我们 要帮忙看孙子 不到差不多两岁的孙子 他很喜欢看这些视频 video 每天他都会问 我们不是每天看 但是每次来一定会问 看Snoopy吗 看Snoopy吗 我说再看看 不一定 你想他会放弃 他不放弃 待会想到 看Snoopy吗 一天总而问好几回 为什么问 他想看嘛 你看 他的心是怎么样 他会一直朝这个方向 他会问 他想要 我能不能看Snoopy 可不可以 我想 很清楚 之前 你看马太福音 在讲天国的道理 讲天国的子民 一直在提醒的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 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是钱财 当然代表其他的一切 到底我要的是什么 会决定我怎么样 要用不同的量器去量 譬如说 我这个小孙子 他想要看 他就会持续持续地去问 他不会说 问我说 今天要吃披萨 还是吃 可能是欧米 当然不会了 他所要的 一直是在那个 所关注的那个地方 他就一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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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个 你所要服侍的 到底是服侍谁 你所追求的 到底是追求谁 如果 主要说他讲的比喻 你觉得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就不会继续去问 你就是听 好像 我好像听懂的 但不太确定 那你也不会继续 就像甚至孩子们 如果父母要教他们 很多时候要教他们 做这个 做那个 或是教导他们 什么是正确的 如果他 竹尔尽 幼尔出 或者是充尔不闻 这跟他没有关系 因为他所想的到底是什么 他所想是跟他朋友呢 还是他想父母爱我 所以我愿意 到底我所侍奉 我所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要呢 我就会多问 为什么爸爸你这样说 为什么妈妈 你会担心我 为什么 他问 他不明白 他一定会问 如果他不明白 不问 你知道 可能他不太有兴趣 会显明出来 到底他的心里面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我相信 绝大部分来的 就是因为 你们想要明白 到底神 我们除了敬拜您 我们也知道 想要知道 您到底 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 那这是好事 是美事 因为不是 人能够让我们 对属灵的事 开始有兴趣 或是追求的 不是 那在属灵的 这个层面来讲 当主耶稣要讲 属灵的事 用比喻来讲 如果 我们没有兴趣 我们没有用一个 对的量器去量 我根本不要量 我根本不要领受 你要给我 我也不要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这就没戏了 至少那个时候 就跟你没关了 你们用什么 量器量 也不用什么 量器量给你们 我们之前 我们都走过这些经文 我是用什么样的 领受去承载 这个承载去领受 神愿意给我的 决定 这位不是吝啬的神 祂愿意赐给我们 但是当我们不愿意 预备自己 用一个尽可能的 预备好的 受教的 那样的承载 器皿的话 那我们领受不了 我用很小的量器 给他 我讲过了 你可以用 你的手去接 雨水 就接这么多吗 如果拿个大脸盆 我去接雨水 那接整盆的水 我到底是用什么 量器去量 神就用什么量给我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要祈求 所以如果我听不懂 我要跟神求 神我要知道你的意思 我们现在所面对生命 有很多要做的抉择 那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太去求的 因为我们 自己有够的聪明 有够的精力 有够的能力 我们想说我们可以了 我们就这么做了嘛 我可以衡量 很多人都是很能干的 你算盘打几下 你就知道 应该是这样做 那是发达的 但是不是愿意说 如果这是 神祂要我 透过这些事 不是只是 从我人的层面来看 那我们就更知道 要去向神来求 用这个对的量器 去承载 去领受 那上次相关的就是 凡有的还要嫁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 对他们讲 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这一点奇怪 有的还要嫁给他 没有的还要夺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想想看 当我 从你的嗜好来讲也可以 很多时候你 你喜欢这个 你就去继续收购 收集各方面 你就越做越大 你喜爱的 越来越多 但是你其他方面 你有的时间精力 当然就越来越少 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我们可以从这边先看一下 之前主耶稣讲到 壮士 就是讲到那恶者 事实上 他掳掠了 在罪装所生的人 那有一个比 那更强壮的 才能够进去到他家里面 能够来抢夺 随着那个所讲的是 这个乌鬼 离开了人之后 他出去 但是后来又带七个 比他更恶的 他们一起回来 因为里面打扫干净 没有一个更强壮的 住在里面 那他讲 那人幕后的情况 比先前更不好 这邪恶的世代 也要如此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出埃及记 我们一直在讲 法老原来他硬着心不愿意 即使神透过摩西 亚伦已经行了神迹 法老硬着心 因为他的刚开始呢 他这些素士也能够行邪术 他硬着心 不肯听懂 行了再行一次 他也是硬着心 就转身就回王宫去了 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然后呢 再来 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个使其实就是认凭 认凭 其实神要使我们作恶 再简单没有 只要把约束的手 稍微放一下就够了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去行恶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约束 神只要把约束拿走 神认凭使法老的心刚硬 接着呢 法老见雨和 跑与雷止住 就越发犯罪 越发 其实我们看到是 我的心如果硬 这次硬了 刚硬 下一次还刚硬 是只有更加的刚硬 我们心事会变成好像生茧一样 我们做工的人 你的手很粗嘛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 一直用它 这个皮肤越来越厚 又长茧了 心一样 我如果是受教的心 那是越来越软 我如果是让任凭自己的心 是刚硬的时候 那就像法老了 越发犯罪 越来越 听不进去 所以为什么 新约提醒我们 不要让 圣灵担忧 因为担忧到个程度 那个良心就像被落贯了一样 被这个火落贯了一样 再不觉得什么 我们最怕的就是落贯了 如果今天是属灵的大麻风 我没有感觉吗 手断了都不知道 我鼻尖掉了都不晓得 那个心刚硬的当中 是越来越硬 所以是没有禁止的 或者是越来越好 或者是越来越糟 凡有的还要嫁给他 没有的还要从他手中夺走 当然你也可以说 只是很表面的 或是我们平常可以看得到的 可能你工作越来越多 你的健康越来越少 都可以了 你有出 其他方面有少的 不要想我的银行的 户口越来越上涨 然后呢 其他呢 我婚姻的关系怎么样 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我明白他们吗 对他们了解是不是越来越少 你我是在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说 要做抉择当中 需要有主给我们智慧 才能够看到底 什么是我应该追求的 看Snoopy是很好 我也喜欢跟他们一起看 但是 不是他要我都给他 没有的 因为我知道 什么是对他是好的 其实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 不然我们自己 确实都看不清楚 神不是要我们 处在这个很贫穷的当中 当神他在描述 他的选民 以色列民 神是他的心 其实透过诗人很 画像的摆在我们的面前 可以看得到 无奈我的名 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 他们的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圣愿 圣愿 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神的无奈 神的圣愿 要看到 做父母的一样 这样子爱孩子 把苦口婆心的当中 孩子要是能够看到 他们在这怎么回应 这时候神是要认平 是不得已的 是不得已的 不是他 就是故意要你这样去的 但是我们如果自己 要偏行几路 要描述以色列人 是硬着景象 我就是 你要把我拉回来 我也不回来 那如果是这样 到一个地步 到一个地步 眼看 看却是看不见 你能够看也看不见 耳朵能够听 也听不明白 因为心里是蒙鸟之友 神的心不是要我们受苦 不是要我们贫乏 不是 祂是愿意 因为我们是能够在 属灵上面的胃口 是能够越来越好的 所以原来人的心是这样 在他们心上正印了 以色列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这好像只是一个声音 你看Charlie Brown 那是Snoopy Charlie Brown 这个卡通影片 他在每次跟大人讲话 你听到都是 哇啦哇啦 都是这样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 好像都听不到 讲什么 大人 哇啦哇啦 如果大人是这样 说话 孩子所听到 是哇啦哇啦 哇啦哇啦 这样的话 你说听有没有听到 有 有听到 但是跟我没关系 听 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 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 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你们看到这里 恐怕 为什么他不要听呢 或者说他 他说我听不明白 我不晓得你孩子 你告诉他做这个时候 后来他没有做 或者你说不要做 他却是做了 他就说 我没有听懂 你刚刚告诉我什么 你之前告诉我什么 我没有听懂 恐怕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恐怕 谁在怕 神怕他们回转 怕我们回转过来吗 还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愿意回来 我们不想要 其实与佛所说的这边 很清楚描述我们的光景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 谁从 今世的风俗 世界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是有灵界 有撒旦 我们从前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我们自己 肉体的私欲 心中所好 好的 所喜好的 我们放纵自己 这原本就是我们 一方面是在罪的当中 二者 他是掳掠着我们 我们在其中 但我们也享受 我们也放纵自己 我们喜欢罪中之乐 不然世界就没有引诱了 就没有诱惑了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诱惑 即使我们已经信靠主了 还是很多会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晓得 不应该继续在那 保罗上描述是以前 那个时候 我们原本是死在这个样当中 是死人一个 还好他没有停在这 以后说出还继续写下去 然而 你的神的大爱 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然而 原本我们不要得意志 因为我要放纵自己 得不是只有小孩子会这样 我们每个都会的 都会放纵自己 有时候就是吵架也会 让我好好的发泄发泄吧 让我放纵一下自己 我这个气不发我很受不了 不要叫我停 至少让我先吐吐口水 苦水再说 不是口水 苦水 所以到底 这四种心田要怎么样来了解 怎么样来解释 在路旁的是什么呢 不明白 不明白神国的道理 恶者就夺走 我们讲到这不明白 可以是 因为我就是不要明白 可以是这样 也可以是 如果你们 我待会会用几处的经文 让大家看看 到底 你的诊断 是哪一种情况 你可以是 因为你所讲的话呢 太真实了 会刺透我 刺伤我 我不要听 我就是明白 我当初不明白 可以了 恶者就把这夺走 去外展的时候 你要给人单张 还没给他 他就 当然有各种原因 有些人他 可能因为有其他 所谓基督徒 让他绊倒 都可以的 或者他家里面就有 这样叫他说 我千万不要做基督徒 也可以的 但是无论如何 不明白神国的道理 那恶者就把他夺走 不会让这个道 继续在你的脑海里面 石头地 没有根 是暂时的 好像暂时相信 我有太多喜爱 喜好的 今天 听说这个不错 我先听听看 很好 讲得很好 我在预备当中 我想到一个特别的 一个人 他说你们的信仰 讲得太好 太对了 但后来就 从他的生命当中 就见证 我知道 就是这种 没有根 暂时的 这个好是 其中一个好 不是最好 不是最重要的 暂时 第三种 第二种 就是还 暂时的 就是遭患难 或是受逼迫就跌倒 一旦 这个所谓的好 对他不能够再是好的 带来很多不变 你说我礼拜天 你鼓励我去参加聚会 或是你说 你的生活 生命可能要改变 这个 我想 算了 我还有很多 很好的 第三种呢 经济理 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挤住的道 不能解释 那钱财 不是只有钱财 就是富有 你可以各方面的富有 可以是名誉 人家对你的赞赏 你的成就 各方面 世上的思虑 有很多 我们是有责任 当然会有思虑 当然会有 但是会不会让这个思虑 到一个程度 绑架了我们 凌驾我们 其实我们走的方向 是要朝这个世上 从世上找解决的方法 世上的思虑 富有 的迷惑 挤住的道 不能解释 很容易吗 很容易 所以多少时候 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信主 已经有好一段日子 但是我在主的 他自己的真理里面 与主的关系 是不是可以让我看到 或者我在世上面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我是不是能够越来越清清楚 越来越明白他的心 越来越愿意跟随着他 不能解释 不能解释 最后一种 好地 都在好地上的 明白了到 后来解释 有的是一百倍 有的是六十倍 有的三十倍 那不管怎么样 是解释 跟前面的区别 就是前面的是 不会解释 最后一种 会解释 先看看下面几个 有一个文士来 对他说 父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主耶稣 要他来跟从他 他有没有跟从 跟这个相关的 类似的 有一个有钱 很有富有的少年观 我什么都做了 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 主耶稣说 变卖你所有的 然后要来跟从我 这是哪一种田地 下面一个呢 主耶稣医治的 被鬼附的 撒玛利安 合成的人 都出来 来 看看到底是何许人也 然后呢 看到主耶稣以后呢 既见到就要求他 离开他们 离开 离开他们的 境界 这是哪一种田地 会不会结果 其实会结果 只是结不一样的果子 因为主耶稣在之前 就讲到了嘛 好树就结好果子 坏树 就结坏果子 那问题是主耶稣 这边所讲的是 会结果实的是 这个 种子种下去 它要长出 是这个种子 应该有的果实 是人不能恨你们 这是他跟他的 这些弟弟们在讲的 因为弟弟们 要他好像 你要去 让你的名声 让人知道 那主耶稣的回答是 是人 他们 他们不能恨你 但是恨我 为什么恨他 因为我指证 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主的话 是活的 比两刃的剑更利 他就是说是 让我们是不好受的 所以 彼得讲到 那听到的人觉得 扎心嘛 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你容不下 就是没有预备这个 承载的 合适的器皿 容不下的 如果我的心 要装着是 这世上的这一切 或者是思虑 或者是富有 各方面 那我们怎么去承受 神自己的话呢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为什么不明白 无非是因为 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 魔鬼 所以讲到原来 以佛所书那边保罗所提到 我们原来是死在 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确实是 因着亚当夏娃他们犯罪 我们一样是有这样的遗传 我们也喜欢犯罪 不是只有他们的错 是我们也喜欢 我们在当中也有份 所以我们确实按照你我 原本是不可能 是不能明白的 确实我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我们也不愿意 因为我们喜欢享受 在世上的这一切 甚至我们会恨物 不只是不明白 我们是恨 这位要 让我们看清楚自己 光景的这一位 当然我想你不会说 今天有个医生 他很诚实地告诉你 你身体的健康是这样 你三高 你的心脏 有很大的问题 我想如果他告诉你真相 你应该是很高兴的 至少这样帮助我 还有机会去 纠正 矫正 改正 各方面 或者还可以亡羊补牢 我想你不会对他很生气 说不定你开始很生气 岂有此理 我身体很好 我常常运动 怎么告诉我这样 但即使是这样 你总会改过来吧 你可能他讲的是对的 所以如果我们还听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是要 到底他所讲的 是不是我的真相 如果是我的真相 那我就要扶在他 用真理来告诉我的 到底我容不容 容得下神的道 到底我有没有明白 如果不明白 我也没有去问 当主义书用比喻来讲的时候 只有这些门徒跟那些 从加利利来跟随他的这些人 来问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也听不明白 主义书讲你们 这个比喻都听不懂 那其他怎么听得懂 所以他们本来真的是听不懂 就是门徒本来也听不懂 但是听不懂当中 他们就来找主义书问 到底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所以主耶稣才解释给他们听 那我们今天 我们对神的话语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 我有个渴慕 我就是想知道 我想知道 如果都没有兴趣的话 那我要再想想看 是不是他的话耳边风就过去 或者甚至我对他讲的话很反感 因为他说我是罪人 我哪里有罪 他告诉我 应该要这样走才是门徒的 但是我看这个就明明就不变 很不方便 这个太麻烦了 听得进去神的 祂的真理所要带来的这些吗 要需要做的改变吗 俗血气的人不能领会 我们原本是在从人而生的 是俗血气的 不能领会神之灵的事 反倒以为瑜伽 十字架的道理 在不信的人看来是瑜伽的 哪里用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来拯救世人 与他同定的两个杀人犯强盗当中就有 两个原本也是这样子笑的 原本都是这样羞辱他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瑜伽的嘛 但感谢主当中有一个 他知道自己最有应得 他求主纪念 求主睡眠 原本是不可能领会的 因为是俗血气的 怎么能够明白神之灵的事 有以欲读 不能知道 也不想知道 这些事得以被属灵的分辨 要属灵的分辨 我是俗血气的 我怎么能够有属灵分辨 事实上还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所以在讲到 就是受逼迫 或者遭患难就跌倒的这些 肯定就不在主耶稣所讲的 能够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的当中 所以到底我们所信仰的 你看到当宣教士 他们在传讲佛音 苏伟他也提到 在富拉尼族当中 已经有好几位 因此他在那边的服侍 已经信靠主了 那有些还是软弱了 因为他们族人 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就给他们各种的逼迫 我们当中也是 你信靠主的时候 你的家人不见得每一个 都很高兴欢喜 即使你是 按照主的心意而行 因为你在当中 你所表现出来的 让他们觉得不太舒服 你跟他们不一样 大家一起 如果今天 来摸几把 我不是说打麻将就错 但是如果 我所喜好的就是这些 而不是 我是愿意 在煮他自己 要我怎么样用 他给我的生命 给我的每一天 我们上次唱过 来到主的面前 今天 献给主 我们时间是从神来的 我要怎么用 所以如果今天你 不与他们一起 那看你是异类 就不舒服 就像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这种正统的 所谓正统的犹太教 他们的穿着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觉得怪怪的 你是基督徒 你信靠主 在个不信的家人环境里面 可以是受逼迫的 那伊斯兰教的背景里面 更不用讲 会信仰 是受各样逼迫 当然是可以 所以到底 我们是哪一种心田 如果只有从学习来讲 那确实不可能成为第四种 怎么可能 这个信仰所带来是逼迫 是不变 算是好 是好 但是不是所谓 非有不可 那一种会结实的 那若在 毫土里的就是 人听得到 死守在诚实 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忍耐着 忍耐着 结束他清楚讲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但枝子 后来他描述了 有些枝子不藏在他里面 就捡去 丢在外面 苦干了 丢在火里烧了 要藏在他里面 藏 所以我跟主的关系 是不是这个藏 经藏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连在他的里面 还是 若急若离 我想不会了 如果有的话 赶快要接回去 其实主很清楚 是提醒告诉我们 要做他的门徒 要天天背起 他的使家 跟从我 天天 我不说你每天都一定要花很多时间 要读经 祷告 要 不是 但是你跟 主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你知道 他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很多时候你是有这样的难处 当然 但我们不是 诱于 所谓一些的规条 不是的 那是 生命的关系 他最知心的朋友 这个是关系 他是 爱我的主 我是 回应他的爱 来跟随他的 忍耐 诚实 善良 让主的心 继续来改变我们 是能够用真理来改变 我们的心是越来越真实的 是好的 要忍耐着结实 忍耐着 这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 就是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给他们 让他们真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 知道神他有何等的期望 在圣徒当中 在他的儿女当中 有何等丰富的荣耀 他在 所做的这奇妙的公司 愿意 看到 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 一个家 一个家 被他自己得着 生命的改变 神他自己的心 是愿意 我们是做结果的 会结果子的 那当然 这果子 可以是我们 生命的这个果实 生命 能够越来越像 他自己的孩子 我们是被纳认的儿女 能够越来越像 我们的长兄 耶稣基督 那这个果子 当然也可以是 因为我们与人分享福音 神用我们 也用其他的人 让一个人 能够信靠主 成为 这生命的果子 献上 父就因此得荣耀 藏在主的里面 就多结果子 父就因此得荣耀 这是神 他有心意的 不是只有 让我们自己独享 当然不是 到底 我有没有 原本我是不可能认识的 但是神 他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福音的奥秘 天国的奥秘 一开始讲 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这个奥秘 是奥秘 会信主 是奥秘 不信主 很自然 因为原来就是 属血气的 原来就跟神没有 已经断绝的关系的 但是天国的奥秘 这救恩的奥秘 竟然今天开始 有兴趣了 或是我们已经在其中了 那 只有感恩 我如果 开始有兴趣 还不太明白 当然更是要 要向主来求了 所以主耶稣 他很清楚 讲 有耳可听的 就当听 讲到他这些门徒 他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他们是 眼睛是有福的 他们看见了 真的看见了 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看到神的救恩 在他们身上 是怎么样可以成就出来 是有福的 我是不是这个有福的人 其中一个 所以他是要问 到底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 也不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我是用什么良气再量 属灵的 神愿意赐下的 他的真理 他的恩典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我会像神求 反正祈求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我是不是迫切的 想尽办法的 要明白这位神 还有他在我们身上 在我的身上 在众人的身上的旨意 然后按照这样子 来回应 我们唱那首诗歌 讲到看到 在石架上面 那位受苦者 他的内心是伤痛 他在感恩的泪水当中 还有所信靠的这个奇妙 有什么奇妙呢 就是有关他的大爱 为我这样的人 竟然他愿意被定 同时另外一个奇妙就是 我是何等的不配 如果我们对神 祂自己是这样的 救赎的恩典 有那样的认识 那我想会帮助我们 我们用一个对的良器 我们大大的向祂开口 张口 让祂大大的充满 这是神祂巴不得赐下的 也因着我们领受的 我们就成为会结识的 有好的心田 不管你结几倍 因为神造人是不一样 保罗 结他的 肯定跟我们 我们 无法相悖 但是 我们有我们的一份 你有你的一份 我有我的一份 但神他都有期望 有何等的期望 所以愿意我们是在 主他自己的真理里面 要得到激励 得到提醒 晓得属灵的事 我们如果是往前走 会继续往前走 越来越多 不进则退 这是事实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就是在朝着 主他愿意赐福 也借着你我来赐福 这样的方向在走 那这样的话 我深信 当我们建筑的面 主是会夸 夸耀 他会高兴欢喜 我们自己也是高兴欢喜 我们 接着要一起来领受 主餐 那凡是已经真心信靠主的 我们也受过喜 那我们就一起 要来领受 但是领受之前呢 我们还是 可以被诵 使徒信经 再次来温习 到底我们 所信的 这个信仰的核心 是怎么样 我们不是 按照人的智慧 那是神他自己的话语当中 我们怎么来信靠 那就